索鸟二号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一个小行星探测器,旨在对近地小行星龙宫展开探测,并采集样品返回地球。 2014年12月3日,索鸟二号从种子到宇宙中心大型火箭发射场上空,在太空中经历三年半的长途拔射后,终于在2018年6月27日进入龙宫轨道。 近日,索鸟二号完成一项重大任务,向龙宫表面投放两辆漫游车。 这是人类漫游车首次成功登陆小行星,两辆漫游车登陆龙宫主的主要任务有两项,拍照和测定龙宫温度,两辆漫游车的工作热情可谓无比高涨。 在刚与索鸟二号分离之际,就开启拍摄工作,迫不及待地想与大家分享这个远在2.8一千米外的小世界。 不过,颇为令人失望的是,由于转动太快,漫游车A的处女秀毁了,他拍摄的第一张照片直接糊了,简直没法看。 下图中,索鸟二号右上和龙宫左下同框,但两者都模糊得一塌糊涂。 还好,漫游车必相对清晰地拍摄到龙宫表面的情况。 有意思的是,两辆漫游车在龙宫表面的运动方式,颇为奇特,通过跳跃的方式进行移动。 这画面很欢乐有木有,漫游车A成功着陆后,就开始边跳边拍照,第一时间将沐浴在阳光下的龙宫呈现在我们面前。 此前,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,致确认了漫游车A在龙宫表面成功实现跳跃,至于漫游车B的情况则不太明朗。 现在,新传回的一组图像表明,漫游车B的状态也很不错。 下面这组设列图,就是漫游车B的一次跳跃过程中拍摄的。 以下两张则分别是漫游车B起跳,前河刚落地之际拍摄的节奏。 当然,漫游车A不甘寂寞,也向地球传回星图像。 比如这张,两辆漫游车将进行探索这个小世界,期待它们传回更多照片。 需要指出的是,这两辆漫游车登陆龙宫,只是损鸟二号任务中的一道开外菜。 接下来,损鸟二号还会有更多动作,不仅将继续向龙宫投放着陆器,还将群自出马,与龙宫亲密接触,进行三次量品采集。 最终,索鸟二号预计将在2020年带着宝贵的小行星让品返航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